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抗痘痘以及皮肤护理的小技巧 先说一下我的皮肤状态 我现在皮肤状态是非常健康非常稳定的 非常非常偶尔的情况下 额头会出现一两颗小痘痘 那我最爱出痘痘的地方其实就是额头了 但整个脸没有留下任何的痘疤 相似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钟爱的一些抗痘的产品 如果你的使用感受还不错的话就坚持使下去 不要隔三差五的就去换一个品牌 我也说一下我自己之前使用的品牌 我一直使用的就是雅药 是一个法国的药妆产品 用完以后我自己觉得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痘疤 用护肤品的同时就加上一些护肤的小技巧 相似很快就能告别痘痘肌 迎来非常健康的肌肤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护肤的一些小窍门 第一点就是不要过度清洁肌肤 不管你是痘痘肌还是过敏性肌肤 都容易发生皮肤的红肿和刺痛 原因呢就在于你的皮肤正在发炎 皮肤屏障受损 这时候如果你使用一些含造肌类 虽然造肌类的洗面奶清洁力很强 但是也容易使皮肤的角质松动 使得皮肤的红肿进一步恶化 要选择相对温和的氨基酸类的洗面奶 清洁力也非常好 洗完了皮肤也不会特别的干 第二点不要用手随时摸你的脸 没有洗手的前提下 手上呢会沾满各种各样的细菌 反身发炎的痘痘如果再用沾满细菌的手去摸的话 会使你的痘痘更加的严重 也会加重毛孔的堵塞 第三点呢就是女生最不爱听的一句话 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多喝水 要想保持皮肤的弹性 就要使得我们的肌肤细胞充满了水分 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自己喝足水 要做到每天八杯水 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绝对不是假的 下一点 护肤补水 我们喝足了水 肌肤也叫喝水 除了基本的日常护理以外 补水面膜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你是健康的肌肤 还是皮肤有痘痘 选择基本的补水款面膜呢 都是最安全和最有效的 保持你的水油平衡是能够让你的肌肤快速恢复健康 保持肌肤有弹性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第五点 不要使用不适合自己的护肤产品 每个人对肌肤的情况不一样 同一个产品使用的效果也不一样 到处可见的各种广告软文以及博主的案例 他们介绍的产品虽然好 但是你也要了解自己的肌肤的情况 到底适不适合 能不能够达到这些效果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皮肤情况 再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产品 假之披霜以至蜜糖 选择对的产品才是对皮肤最好的选择 第六点 少吃中口味的食物 尤其是辣椒 它只会加重你现在痘痘的情况 尤其是你的痘痘正在冒出来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少吃 缓住嘴才能让你的肌肤快速地恢复健康 第二点 如果你是属于偏油性的肌肤 那么你日常饮食当中就一定要避免油腻的食物 尤其像大鱼大肉炸鸡 披萨这种非常好吃 但是油性很大的食物 吃完这些食物确实能够解馋 但你会发现过两天 你脸上的痘痘又严重了 下一点 少喝高糖的饮料 尤其是你的痘痘在冒出来的这种生长阶段 一定要多喝水 少喝含糖的饮料 高糖的饮料只会让你的痘痘加重 尤其是你的痘痘这样冒出来的生长阶段 一定要多喝水 尽量避免含糖类的饮料 第九点 在你的痘痘非常严重 或者正在要冒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日常饮食非常的清淡 不要再吃任何的零食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用手去挤你的痘痘 一定要等它自然成熟再脱落 如果你用手去挤 非常非常容易形成一个痘疤 这种痘疤的形成非常非常的难消除 以上十条呢 就是我的抗痘护肤的心得 希望这些心得对你们能够有用 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美丽的肌肤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